哈囉各位球員們大家好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今天為什麼是我開場的 我是球球的經紀人斯文 那今天是為了要給球球一個驚喜 所以我現在把他騙來公司說要開會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球球很喜歡狐狸 所以我就準備一隻跟狐狸很像的狗狗 然後要來讓他體驗一下 那待會球球會有什麼反應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GOGO 為什麼有攝影機 為什麼要掐燈 為什麼還要搞你們東西在幹嘛 為什麼 等一下 我們不是來開會了嗎 為什麼 為什麼 驚喜 哇 驚喜太棒了 太棒了 YA 這是給我給你的驚喜 誰 誰 誰 他叫狐狸嗎 有 可愛啦 可愛啦 就是咬到了 不知道在這邊 小姐 叫狐狸 狐狸 你好啊 所以你今天的任務就是 讓你體會養狐狸的感覺 太突然了吧 我很貼心嗎 我今天越來越多真好 你好啊 你是誰幫你可以來這裡的 是不是這個點心 他是壞壞 他要怎麼漂亮 好 我們就加油 加油 所以待會兒球球會有一點點算 任務 需要去完成 YA 我好開心喔 第一個任務輸嗎 我覺得 還可以啦 滿乖的 可以的 乖 乖 其實滿可愛的 他很像雪球耶 你怎麼吃雪球 這樣有過吧 不是 我剛剛誇獎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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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觀眾朋友 我剛剛誇獎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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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算是我背六吧 其實是我背六是不是 那球覺得今天的體驗如何啊 是很可愛啊 可是我還是比較想要玩我自己的服務 啊啊啊啊 就是 聖堂妖夢是一款以聖堂為背景的妖怪三弟卡牌手遊 裡面的人物角色都非常漂亮 都是耳熟的小歷史人物和傳說中的千妖百怪 故事劇情也很棒 還可以培養自己喜歡的遊戲角色 加上獨創的策略玩法 可以隨心所欲搭配自己的陣容 編寫自己的妖怪百科全書快多一起玩吧 看似安定繁華的洛陽都城 暗藏你沒想過的神奇祕境 跳脫你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自由穿梭人妖兩界 聖堂妖夢 看似好看似連接 餐大的雖然 不穿梁妖 好看似 谢谢观看